首先是恭喜亨江女队也是通过了第一轮考验 那么作为第一场女团比赛的第一场上场 是不是也有一些压力呢 我觉得第一场没什么压力吧 主要还是这种做好自己 然后第一场也是第一场单打吧 还是一上来稍微有一点不太适应 特别对方也是焦虑 然后也是第一局上来稍微有点紧 然后后来就适应很多 其实作为整场比赛成胜起下第二场 那张明月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主要我搭哪打得不太行 然后团体 你别笑 然后团体主要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跟状态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就行 然后在场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是怎么调整的 就是在基站树上 就是稍微变化了一下吧 就是在落点上也调整了一下 其实这场比赛最后一场也是特别完美 说过来3比0嘛 压轴地帮我们说两句 自己对这场比赛感觉怎么样 因为反正都2比0领先了 然后不管我打成什么样肯定漫越上去都能赢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轻松 就是随便发挥就一下就可以了 这么轻松吗 整体心态 因为其实这一场对手也不太强嘛 可能后边会一场一场比较难 慢慢的 之前你也提到这次可能是你最后一届全运会 那其实这场整场比赛来说和之前的比赛心态有什么不一样吗 原来可能都打2号吧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往后退一退 尽量做到3号能给他凑一分就行 现在是凑分 比赛结束之后看到那个肖子岛也是来到现场 当时和肖子岛经常的也沟通呢 主要就是还是沟通 这场打完之后还要不要练了 然后就是还是练一下吧 肖子岛还是特意严格是吧 对 觉得我可能没到量嘛 好 谢谢三位